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他的姓名复查就知道了 谢谢杰大哥 我们两个满洲人在谈清朝 好 复查兄 今天为什么会谈这本书 跟上一次找你来谈 有点关系 上次那本书大概提了雍正一下 当时我看完以后 对于雍正就有一个蛮深刻的影响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在国立编辑馆的 国立编辑馆 有点口误 他里面所描写的雍正 其实还有很多败官野史 从小我父亲是陈大历史系教授 就跟我讲说 这些败官野史 大部分是在糟蹋满清人 真的 武侠小说里面 又被视为蒙古达子 也是穷穷恶极 血滴子 这些都是形容雍正是一个非常残酷暴力的 这种一个暴君 可你仔细去了解 这几年当然要感谢这个二月和 写了雍正的这个小说之后 大家对他有不同角度的观察 那可是今天我们谈这本书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一个作者 您这本书是您亲自主编的 没错 你要不要先谈谈您对这本书的看法 这本书其实是我当初 预约这个作者写的一本书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想说 我要重新去解释清朝的时候 我一直找不到其他的这些作者来源 那我认识这个作者写作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一个做电视剧本的一个写作者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的是说 他也是这个吉林大学 他是中国人 中国沈阳人 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 所以他就想说 他一直想写一个雍正王朝 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 康熙王朝啊 都是播得很热很热火 所以没有雍正的书 那我们就想把雍正 这一个夹在康熙跟乾隆中间 然后被忽略掉的 这个这个皇帝给他写出来 那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丰富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些 特别独特的工作 就是放在这个满洲文化当中 去思考雍正 我们特别赠送一个 雍正跟年庚瑶 用满汉合璧写的一个满语奏折 对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 雍正自己的这个笔墨 写的这个字体写的 非常好 而且像我的老师跟我说 康雍乾三个人当中 如果论书法 最好的是雍正 对 所以这个这本书里面的副标 讲得很清楚 他真的是一个被误解的皇帝了 对对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 在他变成皇帝之前 这段故事也很有趣 你去看这书中 其实他一开始 大概根本无心足位 足大位之心都没有 没有那个企图 不像这个康熙的几个 康熙总共有18个儿子 当然这里面死掉很多 所以他顺便有那种序子 序 序 就是说你是活着的还剩的 他是排名第四 对对对 那如果是以生出来的顺序 是以死的也算的话 他是第11 第11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 其实康熙其实 他当皇帝的时候 对他的这个儿子的教养要求 非常严苛 我在书里看到 是早上清晨三点了 就要出来起床 对 就要去上学了 我想现在一个小孩子 三五岁小孩子 就这么起来 我那看了以后 忍不住跟我两个儿子 在谈这件事 我说你看 那是多么的这个 用功勤学 对 我的儿子就是嘴巴快 一个回去 所以你看他们都长不高 好像也有道理 清晨皇帝真的都不高 没有睡好觉就对了 睡眠不足 可是清朝的皇室教育 可以说是整个 如果放在中国史当中 历代王朝看 是最厉害 最厉害的一个皇室教育 所以你去看 他们这宫廷的规矩 其实是对 这个要求甚严 没错 他保证了这个皇室的继承人 就是权力的继承者之后 能够有学识 有气魄 有胆量 有经验 对 你那个诗书 还有奇色 文武 一些兼备 所以他这个要求蛮严格的 对 不过我儿子这样会讲是因为我每天每次催他们早点上床睡觉 所以你不睡多一点你就 无法就长高 你要不要长高 那结果被他这么一抢白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好 我们来谈一谈 您要不要帮我们谈谈他这一段 夺嫡的风暴 好 就是在这个康熙还没有这个 这个去世之前 这些明争暗斗里面 其实庸在里面的角色是很奇特的 对 因为他当时号称天下低嫌人 这个我们一般读者都觉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我觉得这里面要回到康熙当初在选择 选择权力继承人时候的一个两男 他的两男是什么呢 就是他已经入关了 到了这个汉人统治的中国文化区 那中国文化区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敌长子要继承权力 所以康熙当时正好有个敌长子呢 看起来不错 他就又很喜欢他的妈妈 所以呢他就很想让这个敌长子继承皇位 叫做印人 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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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他不是这任的长子 对 因为前面他有个哥哥 对 对 他其实是排名第 好像是第二 第二 对 那么第三排名第二 排名第二 所以呢康熙呢 他想法就很简单 第三对不起 那么既然这个中国传统汉人的这个皇室继承制度 是先立太子 对不对 那好 那我就先立太子 可是满洲人的传统不是这样的 满洲人是等于这个老的君主 快死亡的时候 这个权力由这个贵族一起讨论决定谁来传承 那这两种这个满汉不同的这个权力继承制度 在康熙朝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那雍正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就是后来就脱胎而出 所以我们知道康熙有立太子 废太子 再立太子 导致什么呢 导致他的这个儿子之间为了权力争夺 分成很多帮派 这个部分对于雍正的刺激影响非常非常大 对 因为他刚刚您讲的这个印人 因为他是太子 他被太子就像您刚刚讲 因为他是第一个这个皇后 就褐色李氏所生的 也就是这个所谓孝庄文王后 对 那刚刚讲他的哥哥呢是树初 那个大哥叫印提 那可是雍正其实他还有一个弟弟跟他是同一个母亲的 是第十四皇子 他最喜欢的弟弟 可是这个弟弟后来也是反他的 没错没错没错 那他这叫做印提也叫印提 只是前面那个提跟后面那个提写法不一样 两个都是乌亚士所生的 但是雍正从小其实他就很怨他的妈妈 因为好像比较宠这个小弟弟 对他比较疏远 因为他后来就有一个养母 他喜欢养母 对对 黄贵妃 所以也因此也让他的身份比较这个特殊一点 对 所以这里面提到就是说 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雍正刚开始的时候对他的评价也不好 他给他的这个评语是说 四阿哥为人轻率喜怒不定 不定 可是这个给雍正很大的刺激 他就决定要这个所谓的动心忍性 要改变自己的个性 对 他就投身到藏传佛教里去了 对对对 他就开始 因为他无心觉得不可能会继承王位 他觉得没有希望当时 对 无论是他的妈妈 对 还是跟那些阿哥之间相比的 他都觉得自己应该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因为他那时候太子党已经有成型了 其实他跟他的弟弟 其实这些刚开始都是拥护这个太子的 对 但是后来呢 太子呢 却被这个康熙所嫌弃了 废掉了 为什么废他呢 你要不要谈一谈一谈 对 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康熙一直是以非常高的标准 去找这个帝国的继承人 可是当他发现太子 因为太子周围形成的这个官僚系统呢 按照汉人的习惯呢 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利益集团 而且那个利集团之间影响到了什么呢 就是这个皇室家族的这个亲和的关系 以及甚至会产生一些朝廷政治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决定要废太子 因为太子党就是太嚣张了 对 他因为他这个一天到晚就急着想要继位 是是是 所以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 古今天下岂有40年的太子乎 对对对 这话传到他爸爸耳朵里 对 你不觉得是震怒浓言 没错没错 可是从康熙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当初其实做到一定程度之后 其实如果他 我觉得他如果要更好的话 其实太子好传承是没问题的 可是问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他在满汉的继承人之政当中 已经产生一些错误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雍正在干嘛呢 雍正在修佛 他等于说避开了这个传统这个太子之间 互相争斗的这个权力游戏 他变成了天下第一闲人 真的是闲人呢 这个书中的第二章就谈到 他作为第一闲人的这个生活方式 躲在这个雍和宫 躲在颐和园里面去修佛打猎 对 这个他就是 结识了国师张家活博 对 受到他的这个启示也很大 所以他当然是谈论佛道了 那就很清闲清谈 这一部分是好像是我们历史当中 很少谈到的 对对对 其实所以他跟佛学的渊源非常深 非常深 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太子就去了 这个康熙把他废掉之后呢 其实康熙从小是最喜欢他 对啊 受到的待遇是最高的 最高的 而且他学士老师都是特别勤的 对 所以他学问底子也很好 对 就是太心急了 因为康熙总共在超61年了 是 所以他干了四十几年 他当然就在那里抱怨 对对对 所以可是这个就触怒他爸爸 对对 他爸爸第一次把他废掉 他爸废掉以后 这时候这个八哥就觉得自己有希望 对对 八哥叫应试 应试 对 应试就觉得自己有希望 然后可是呢 也是太心急 对 他们这个八哥又变成了一个八爷党 对对对对 这八爷党一出来 可是这个八哥 他是这个母亲是这个新者库最急 真的是最急 就是说不是一个皇族里面很高地位的 但是听说他母亲风之绝代了 那他很有奶母之风 因为他这个在书里面描写的 他是这个非常有政治魅力 结交天下这个文人 三教九六各阶层 他都能相处 所以这八爷党就势力越来越大 可是他后来就发生了一个什么海东清事件 就是他找了两只老鹰要去巴结他爸爸 就老鹰是快死的 对对对 看起来这个已经是马上就死掉了 对 所以又震怒了这个康熙 康熙 康熙决定把这个太子人又把他赴回来 对 这个太子人也妙了 我在那边看他 他被这个又恢复王族之后 他又不学好 是 他又开始这个道具是勒索钱财 找美女 江南美女 为自己所宠幸 同时他开始从上一次被这个打入冷宫之后 他有了经验 他就说他要结交这些军人 所以他对于这个部军统领 兵部尚书刑部尚书 通常把他纳成自己太子党 对 这下又惹到他爸爸了 所以又开始废太子 他两次被罢处 对 两次都被他废掉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太子之争霸 所以导致了雍正某种程度上扮演一个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的角色角色 所以最后他就是能够比较按照他爸爸最后的一个第三选择的方式 然后继承精通 我觉得这里面 我在书里面看到 我觉得是因为最后 因为他跟他爸爸相处的时间最多 书里面有提这种说 他逐渐逼近他心中的中公处 所以中公就是内心的深处 然后他又交代他办的事情 他都表现出他这个明快有效 对他好感越来越好 最后他决定把这个王位托付给他 其实后面拜会一直说他改这个遗嘱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谈谈看 好 这段这个在民间流传 对 汉人的造伪 好 欢迎回到中美电经书 我们今天跟傅察兄谈的是正之道了 关于雍正这个被误解的皇帝 被低估的这个王朝 这本书 傅察兄我们刚刚谈到了雍正其实他这个得大位 其实是有点机遇 我看里面还提到了说跟他这个乾隆 就是当时叫弘历 对对 最得爷爷欢心了 有关 对对 因为乾隆是雍正的儿子 没错 所以这个他怎么得到大位 恐怕是自己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可能刚才我们所讲说 第一个就是因为太子之争 导致雍正有机会 那其次就是说他的儿子乾隆呢 在这个义和园的时候被康熙看到 那康熙看到他这个孙子怎么这么聪颖 这么有机会可以继承他的位置 所以因为喜欢孙子就把这个乾隆带到了皇宫 子进城当中亲自来来这个教育 那这个也影响到是他选择他的爸爸 雍正来继承他的权位的一个原因 是 对 我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先跟我们复杂兄考证一下 说这个作者 因为我看下去有一点像写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手法 对 我有点担心他的史实资料是不是有误 还是完全是自己内心采测 对 所以不过听您讲了 这本书是有请人校定过 您要不要谈一谈他的 因为这本书作者虽然是这个历史系书生 但是他的工作是媒体跟这个跟电视领域 那所以他文采文笔非常好 当初我们在约定时候就想写一部这个王朝的心理剧 就是专到人物的心里去 可是你一定要从材料有出处 你要从材料当中进入这个心理 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这个故宫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庄吉发老师 他是这个台湾做满语教育跟清工文献研究最好的一个老师 另外一个就是南开大学的方尔康老师 也是研究青史当中最中国大陆最厉害的老师 请两个老师帮我们做审定 审定他的史实来处理 他们都非常赞赏 说这个作者很厉害 可是他们很佩服的说 他怎么可以从那个史实当中 演绎出这么多很厉害的心理内心戏的部分 所以这个写剧本的好手 好手很好看的故事 不过至少他是融入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中 去稍加这个推演 刚刚讲到说康熙是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我从书里面其实也看到一些 他确实心中默默 也知道自己有希望 因为你看他那时候 因为康熙在61年在位 就他最在他这个康熙61年的时候 也就是皇帝驾崩前的时候 对 那时候这个坊间都谣传说 可能只有三个人当皇帝 对对 一个就是这个八哥 就刚刚讲他人气很旺 对对 那个硬士 跟九阿哥 九阿哥因为听着非常有钱 他跟这个硬士也很要好 外号九千岁 人家讲他即使当不了皇帝 也是九千岁 不是万岁也千岁 再来就是十四阿哥 十四阿哥因为有军功 因为他被康熙封为福远大将军 他们准定了这个总格尔之乱 人家外号叫大将军王 没人想到雍正 可是听说雍正 这书里面的描写 就是说其实他看到这个弘历 就是乾隆 这么得爷爷的欢心 他就知道自己的儿子 非常讨爷爷欢心 而且这个康熙就给他一个笔目 上面写的五福堂 五福堂是康熙一再强调的 就是健康财富长寿 还要浩德 然后最后善终五种 这个所谓的五福 所以他就觉得有希望 更厉害的是 我觉得在书里面看到 他在审 当初这个太子党里面 第二次复位以后 又被拔出的时候 他不是结交了军力 所以他在审这个部军统领 就发现 这个所谓的掌管九经的 这个所有的部队 禁旅三万人 是这个整个九门 京都九门都是他掌控的 对 他就觉得要 所以他开始笼络了一个 叫做龙科多的 后来就当了部军统领 没错 这跟他后来一宣布当皇帝之后 他立刻掌控秦氏 因为他把军力都掌控 对 然后还把连根瑶那时候 他培养出来的 从这个 那时候是陕西总督了 对 把他调来这个入京来镇压 来保护他的皇权 应该是 不要出现政变 来坐镇 也不是镇压 那时候还没人反论 几个弟弟 在书里面 我看有的如上考评 你从来没想到他会当 对不对 对 所以雍正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力跟心机的 当他发现这个形势 朝向他有利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他已经做出一些布局 可是最开始的时候 他确实没有机缘 那不管怎样 因为雍正这个继承谎卫的故事 在中国的民间 就演变成一个雍正夺敌的传奇 这个真的让我作为满人士 实在是无法忍受 因为他们讲说是把传位十四子 就是正元大将 对对对 该称传位鱼四子 加了一杠 对对对 这真是拜官也是 对 因为这个后来很多满文专家说 那个满 他当初的这个奏折是用满文写的 所以满文的鱼跟识 那不可能按照汉人写法一样 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有利的证据 家父是陈大历史系教授 对 你提到这一段 就在认为这拜官也死 对 这种拜官也死的出现时间 那个金大哥 他其实都很晚 他最开始民间有些儿虑 然后这个儿虑呢 透过一些江南士大夫文人的笔记 记到这个笔记里去了 然后呢 在在辛亥革命前后呢 再把这笔记翻出来 作为这个反清的材料 其实雍正他这个个性里面 这个其实是六亲不认 你看到 对对 他后来当了皇帝 对于这个所谓的第八阿哥 这个霸野党 还有这个第九阿哥 还有十四阿哥 这些 其实他都被他逼的 不是死的死 要不然就是这个隐居起来 然后臣服于他 所以他这个好像 你看他对人的手法 其实是很厉害 好的时候好的要死 要杀你的时候是毫不留情 先捧后杀 好像是他对这个朝廷领导统一的这一种方式 我觉得确实如此 可是这个情况也必须考虑到 就是雍正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之下 继承权位的 他如果不采用这种措施的话 他的权力是非常非常不稳定 那因此呢 雍正内心的性格 加上他的处境合在一起的话 就产生说他继位之后 对于兄弟的残杀流放 这各种各种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史书当中所写的材料 对 其实这个 他这个 这个 串不串夹沙娃公的这个本事 我看也不错 他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他大概也 皇位轮不到他 而且他不这样做 他的皇位也不稳定 也就没有办法去完成 他最后那个13年 他要做的后面的陆续的改革 那些改革如果不做的话呢 其实乾隆王朝后期 已经出现很多疾弊 必须靠雍正来完成 对 我们稍后可以谈到他这些改革 其实你看完以后 你真的不能不佩服他 在那个年代 他就可以有这种 所谓的卓越的见解 能够做到 其实到目前我们很多公务员制度 对 这种改革的方式 其实都是司法于他 而且是他是非常非常全方位的 就可以说在他短暂的13年当中 他把他父亲王朝的所有的疾弊 都透过各项改革 把他加以改变 从而打下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江山的基础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来谈 郑知道了 关于雍正的这本书 欢迎回到周末念经书 傅达兄 我们刚刚谈到 其实雍正的个性 那也谈到 其实他也就是能够前刚独断 对 才有这种魄力 没错没错 跟这种精神 才能推动很多改革 加上很多改革 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他包括他有火号归功 养联加奉 贪定入母 官身一体为纳粮 对 然后老龙总力 对 最后还一个很重要的 叫改土归流 你要不要先谈谈改土归流 我再来谈一谈 其他这些 让我其实蛮感动的一些改革 好啊 其实改土归流 这个土叫土司 流是流官 流官的意思就是 汉人政治当中 就是那种郡县制 我从中央政府 派出个官员去做官 做四年你必须回来 不让你扎根 这叫做流 那土司呢 就是当地的土豪 他是扎根在当地的 那原来中国在西南一带 今天的湖南 四川 云南 贵州那边 是有非常多的土司的 那明朝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土司呢 在雍正时期呢 产生一些纠纷 就是土司之间的纠纷 后来一些汉人官僚就说 干脆改土归流 那么雍正呢 觉得这个方法 是解决土司问题的方法之一 所以呢 他就开始下令改土归流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个中国境内 这些采用中国制度的做法 还是一个满洲皇帝 帮他完成的 所以他这个改土 就是把土司改革掉 流官 改成流官 流官 就是派去的官员 对对对对 然后改土归流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我们今天啊 我们常常说汉奸这个词 对 就是那时候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跟中国文化有关系了 因为在改土归流当中 本身这个制度呢 是让这个汉人的政治更好嘛 对对 取代土司的政治 然后可是有很多汉人呢 他帮着土司一起去抵制 清政府的改土归流 所以雍正就逗者里 他说 你们这些人 明明是支持我们朝廷政策 可是呢 你又帮助这个土司 你不是汉人里的奸细吗 所以你是汉奸 这个汉奸第一次出现 就是雍正出来的 后来汉奸这个词 在这个抗日的时候 用的最多 在这个民国之后啊 后来还出现的时候 看汉奸法啦 然后用汉奸来承治 像川岛方子啊 一些 其实川岛方子 根本就不是汉人嘛 对不对 用汉人来汉奸 总而言之 我觉得汉奸这个故事 是跟雍正有关系的 这是个典故 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 我现在也不晓得 那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 我觉得很棒 就是说 因为这些地方官僚 在雍正改革之前 贪污是很严重的 没错 对 所以他们那时候 要把各地收来的 这个纳的税 里银子是税的 要把它融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呢 那个就叫火耗 因为你在融的时候 你会损失一些 这些贪官就趁这个机会 就要那些 纳税的人就说 你要多纳一点 因为我在帮你 融成一起的时候 会损失 我要浇上去 可是他就在中间 这个混水摸鱼 就这个贪官收费 所以他改革就说 以后这一种 必须要纳来的 这个因火耗消耗的银子 全部归功 好 就让你没有明目去贪污了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 真的是我们现代 这个所谓的高薪以养年 的这个政策 也是从雍正开始 因为在雍正以前 其实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巡抚 一年 你猜他薪水多少 130两而已 对 因为当时清朝的制度 他是让那个巡抚 是没有钱的 他到地方 利用地方的税收 然后同时养活自己 可是这个制度 就产生一个漏洞 就是贪污嘛 就贪污嘛 你想想看 他一年才130两 他里面讲到一个山东巡抚 他一年收贿 就收贿了11万两 哇天哪 他的年薪才 150 130两白银 对 可是呢 这个雍正就改革 就说我给你高薪 但你不贪污 就高薪养年 你不能贪污 贪污逮到我 这不是新加坡做法吗 对对 所以高薪养年 你看 他就把这个巡抚 从130两提升到 15000两 他这个算的还蛮合理的 对对 总度是2万两 把他的贪腐成本算进来的 对对对 就是高薪养年 对 所以那另外一个贪丁入母 入母呢 这个丁就是说丁 丁税 人口 就是人口税 对 以前这些 这个穷人已经没什么人 但是你只要一个农夫 他去 他找他收税 其实他都是电农很多 没错 所以他把贪丁 就是把这个丁费 这个丁税 贪到田母里面 土地税 土地税 就是富人要富税 地主要富税 其实你看这也是 多么非常的平权的 所以他征收的对象 就从这个所谓 穷人转道的地主跟富者 那官生一体 这个当差纳粮 因为是在这个 对付水患的时候 需要人力 对 他想着这又是平权 这是他手下 第一号的改革大将 叫田文静 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常看到 对对对 非常重要的官员 他就是 不管你是有钱人 还是文人 大家一起干活 所以这个他被称为 天下第一酷粒 在修水利的时候 连官员都要去 下来去修水利 这个让很多人来接受 他也是职业公务员了 是 因为他就是领高薪 然后他就是不贪 对 所以他当时把小河南 整治的像个国王一样 人家叫他小河南国王 对 老龙总力呢 是皇帝为了表示 他尊重农业 他亲自夏天耕耘 对 然后呢 把他分成 找一个推派 选一个出来 当个八品官 是 可是后来有刘碧 就很多有权人去买官了 是 然后来 把八品县令才九品 他就来欺负县令 所以这有必定 对 所以你可以看出 他做出一连串的改革 其实他一个改革 我还蛮感动 就叫除货见急 就是中国几百年来 有很多被列为 是这个最急的这个贱民了 那这个 他就决定 我不管 我决定全部取消 对 恢复他的这个正常人身份 对 你像从明朝起来 有一些岳户 子女啊 通通都是要打入妓女户的 对 而且他的孩子后代 他就贴成月户 对 然后还有宋朝留下来的堕民 还有所谓的细民 就是奴隶了 对 还有一个宋元一直留下来 就是在海上生活的叫弹户 弹户 弹户后来这些人 通通跑到香港 听说香港最早去那边移居的 都是弹户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雍正其实真的是前纲独断 但是他做的听起来看起来都是对的事情 其实以现代国家来论 一个现代国家政府 一个首领 如果能这么有判断力跟执行力 最后改革 然后充使国家的财政税收 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都会解决的话 其实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必须说 如果没有雍正这些改革的话 真的后面乾隆长达那么久的一个大好江山的基础 其实是很难奠定出来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最后再谈一下 我们今天这本书 雍正我们对他的结语 好 欢迎回到周美莲金述 复杂先我们刚谈到雍正的个性 这一点还是很有趣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这个 在领导统一上先捧后杀 好的说好的 难不难舍 他后来你看连根咬 当初是他一手帮他夺得天下的 跟这个龙科多两个 对 可是 年奔摇一 这个做大之后 他立刻要把他铲除 觉得他不符合他的这个青年标准之后 他就下重手 可你可以看到他好的时候 这个书里面提了很多 他写给他的这些书信往来 看来真是真是蛮不知道怎么讲 你看里面有他说 哎呀 正不知道如何疼你 你跟我心有灵虚 还有一些 我看他写给部署的咒诊 你这边都有咒诊 他比如用的词汇 其实都很现代 很口语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满洲皇帝 是好像讲的是文艳文 他们讲的是大白话 这个雍正写给这个年庚瑶 田文静里面 咒诊里面有这样的话 他说 朕之亲切宝贝 而等句好吗 亲切宝贝 怎么没有人说 他们是特殊性关系 对呀 所以这个 你看金大哥 你自己这个 这个就被 饱受残言 对 这个所以雍正跟那个田文静 跟年庚瑶 是一定有特殊性关系的 不然他不会讲说 朕这样平常皇帝 如何用得起你这样的人 你看翻脸了 真正累了你了 朕都心疼你落泪了 这是原话 我没有在 其实 他们讲说 他这个雍正不好女色 但是其实年庚瑶的妹妹 为了他生了四个小孩 对 所以他为了 因为他把他哥哥给铲除 其实这个年贵妃也知道 他哥哥大难难逃的时候 也很难过 对 所以这个 其实他 他只是 我觉得就是他们古代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比较亲密的文字来表达 君臣之间要打破距离 我觉得是他领导统一之术了 倒不是真的有什么特殊性关系了 对 其实我现在也在想说 为什么这个雍正皇帝这么独特 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康雍前 他们的这种白话奏折 都有很多大白话 可是只有雍正留下非常多 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些白话奏语 所以我在想说 这可能跟雍正的个性也有关系 而且我们书中也曾经提过 就雍正喜欢扮装 雍正其实扮演非常多 比如说扮演这个 法国的这个国王 戴个假发套 像那个法国君主 也要戴假发 雍正扮演这个佛陀 雍正扮演老农 扮演这个诗人 他都扮演过 所以雍正的人的个性是蛮多 他还有一件事 可以彻底表现他的个性 他这种坦率 硬碰硬的个性 就是他写大义绝迷路这件事情 这个曾靖 写了一本这个所谓的知心路 知心路里面去攻击他 说他这个什么 搞一些假象 什么祥瑞之光 什么 就是反正就是对他这个近期攻击 但是他很厉害 他就把他找来 面对面跟他辩论 而且他把这个各省 数百份的皱褶 就是我跟臣子之间来往 包括跟这些总督 还有各地的巡抚 这些 这些帝国行政运作的 这种皱暴 跟其他大臣的 这个所谓的书信来往 内容涵盖一切 他统统给你看 看完以后 让那个曾靖 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说 他的评语 我看里面引用 就说 这个雍正 至朝至暮 一日万己 渐渐欲览 至至欲批 直至二三金 深夜都不睡 难过要短命一点 他说皇上得政 其原可与古之圣明君 圣王明君相比 你会觉得他拍马屁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最后真的是被他感动 他不是拍马屁了 他是真的是 因为其实他是个 个性刚烈的人 前面一直是批评雍正 他实在是看到 他这个亲眼所见 这个做不了假 他的这个皱褶里面 他的亲批 大家也都知道 他真的是这个 肖干勤政 他所做的这些政治改革 被认为是这个 所谓的千古昙花一现的 这个青年励志 因为到了前东后期 又开始都贪污了 对 所以你觉得 您给这个雍正 做一个总结吧 您自己的观察 好 就从大义绝迷路来看 其实曾静扮演的是一个 儒家小知识分子 他们对于华裔之变的 这样一个执迷 所以他不能接受 雍正这个满洲人当皇帝 可是当他亲眼看到 雍正写了那么多奏折 那么多批语 那么的厉害的时候 他就完全认为 雍正就符合一个 华裔之变当中 华的标准的圣君 所以曾静就开始 完全帮助雍正 来做一个做宣传 那这样一个雍正 确实是我们在 原来的史料当中 很少能看到的雍正 那这样一个人物呢 也是在整个清朝史当中 跟包括甚至包括在 中国史当中 都被低估的人物 所以我觉得 真的雍正值得很厉害 其实他是有智慧 你看他后来 对自己出一种方式 非常得意 因为他一开始讲说 跟他的部下讲说 我们要出其料理 日本料理 出其料理 我们要用 这个与众不同的方式 来出理 他说你看到最后时候 他就说 他们都是大工程 他说增进这些反应大工程 因为由于他们 拿他们做线头 不断的去追查 才发现那些 对他不利的流言谣言 原来 原来通通都来自 当那些跟他一起斗的 十四阿哥 把阿哥 他们的这些太监家臣 所留释放出来的 所以他就反而下令说 把他们全部无罪开示 而且他要他后继子孙 也不得杀害他 但是乾隆后来 还把他们全部杀了 对 这也是因为 就是后来的 这些宫廷的密文 被汉人更多的 渲染跟解读之后 乾隆无法接受 好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复杀兄 我们八旗文化的总编辑 来跟我们谈 满洲里面一个 其实充满传奇 的皇帝 对 但是也是一个 被人误解最多的皇帝 我们今天算是替他 洗清的不少 替他军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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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